中美贸易战停火了!新华社发布中美联合声明 来源,世界日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又三,16日在华府会见美国参院代议长哈奇参议员、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布雷迪等议员。新华社 中国官媒新华社19日下午于微博贴文表示,中美两国已针对经贸协商发表联合声明。图结自微博 下午15点50分 更新 新华社综合报道,正在对美国进行访问的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于19日上午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表示,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刘鹤说,这是一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双方就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达成许多共识。 这次磋商取得积极成果的最重要原因是两国元首此前达成的重要共识,根本原因是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的需求。 刘鹤说,中美双方将在能源、农产品、医疗、高科技产品、金融等领域加强贸易合作。 这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有利于美方削减贸易赤字,是双赢的选择。 同时,双方还将继续加强相互投资和深化智慧财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 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球经济贸易的稳定繁荣。 他强调,中国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具有高度竞争性,如果想在中国市场获得份额,出口国必须要提高自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让中国人民愿意买。 中国不仅愿意从美国买,也将从全世界买。 中国将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欢迎世界各国参加。 刘鹤表示,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扩大开放的四个领域,我们将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加快落实。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和启示,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刘鹤说,此次双方取得共识有其必然性,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解决两国经贸关系多年来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 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无人能党,面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心躯折心矛盾,我们要冷静看待,坚持对话,妥善处理。 下午14点23分。 中国官媒新华社19日下午于微博贴文表示,中美两国已针对经贸协商发表联合声明。 全文如下,根据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指示,2018年5月17日至18日,由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和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成员的美方代表团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磋商。 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 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 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美方将派团复华讨论具体事项。 双方就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进行了讨论,就创造有力条件增加上述领域的贸易达成共识。 双方高度重视智慧质财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 中方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 双方同意鼓励双向投资,将努力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 双方同意继续就此保持高层沟通,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 美国官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英文版如下, Joya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garding Trade Consultations At the Direction of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May 17 and 18 and 18,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ngaged in constructive consultations regarding trade in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included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tephen T. Markin, Secretary of Commerce,Winover L. Ross and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E. Lichtweiser, the Chinese delegation was led by State Council Vice Premier Lai He, The Special Envoy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re was a consensus on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in goods with China, to meet the growing consumption nee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need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purchases of United States goods and services. This will help support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内容未完结,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Kia S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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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enger W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印度甲方 我工作了32年 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这样的笑语 改台湾标注被澳官员为助骂 澳航CEO反应真是耿直 G7开城 互掐大会 马克龙放狠话 默克尔泼冷水 特朗普 我先走了 举国抵制马云 越南单方面宣布 全面封杀之富宝 美美不爽美起频频向中国道歉 但也只能建议 明天 117年历史的孟山都将不复存在 美国盟友展开报复 精准打击特朗普票仓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 马来西亚也要退群 汉欧班列首次对接中越班列 助推东协产品走向欧洲 西门子CEO 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人口的生活 今日科技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或是